不能不了解这个车身号码 其实呢就有点像是机车的身份证一样 那如果呢车身号码不见了 感觉起来呢就或者是这个车身号码 或行照上面是不一样的 就可能是脏车或者是拼装车 所以呢92年之后 出产的这个机车都有车身号码 多一道防徽功能 万一啊真的袖石不见的 那现在呢像是有一些机车厂商呢 有提供一些免费重打的服务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机车行里头摩托车一字排开 同一种车型看起来一模一样 其实每一辆机车都有专属的车身号码 机车的车身号码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就把它变出来 原来机车的车身号码就在机车的车架上 现在行照上面都会有打出来这样子 不一样的话就有问题 辨识机车身份除了车身号码 引擎下方后方还有引擎号码 当然还有车牌上的车牌号码 三者缺一不可 民国92年以前出厂的机车 车身和行照上没有车身号码 验车过户的时候不用检查 政府规定92年之后出厂的机车 车身和行照上多了一排车身号码 验车过户的时候才能过关 你的车身号码跟你车架上面的号码一不一样 不一样者可以扣车 车身号码不对 遇到警察领检会被当作脏车被扣下来 就算号码对了新车大概过了三四年 就会因为车架受潮生锈 号码看不清楚 想要验车或是过户一样过不了 要码就是换侧台 要不然就是送原厂嘛 送原厂的话可能就要自行付费 一般机车行通常会建议更换车架 换行照得花七八千元 民众也可以回到原厂服务站 光阳和三阳都可以免费重打号码 三叶暂时无法回应 但车架如果秀时严重状况不佳 还是得花钱更换车架 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这回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